我覺得現在的民眾黨的內鬼真的是蠻多的啦 會不會是趁著柯文哲不在 想要在背後好好的這個表現一番啦 我真的覺得非常多人都給陳佩琪建議 希望他 就是if you 電電 nobody say you 會告 現在司法都在調查了 每天都在講 每天耶 你要講你就大大方方 整整齊齊的 穿好衣服 面對所有的記者嘛 你還挑選媒體 然後讓人家覺得你是不是劇本都是安排好的 那都是扣分的嘛 那到底是誰建議陳佩琪 在9月8號站出來說的話 跟他之後 特別的安排三間媒體專訪的話 都不一樣 那我請問你 你是在繼續調性 檢調嗎 還是說你要繼續的透過這方式 去讓人家覺得司法不公嗎 還是你的說詞一再的反覆 還是說你們已經就是 表演上 表演已經成癮了 我想也有這種可能 不只民眾黨有這種內鬼 還有哪種內鬼 像是什麼黃靖穎啊 還有什麼炎炎喔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鍾小平啊 現在承受非常大的壓力 你們要拿桃色糾紛 去這個影響鍾小平的心智 這太幼稚了嘛 我跟你講 鍾小平啊 目前還是全台灣 這個最準的男人 他是這個三分球 籃球三分球 射籃的這個紀錄保持人喔 只是老天是公平的啦 這個 鍾小平投籃都很準啦 但是 可是交女朋友都不準 人都有瑕疵嘛 但是孤男寡女的 把它搞成這個 桃色糾紛 亂七八糟 我覺得這不太妥當啦 所以我們想先問一下 就是你有爬出這個精華前的 那種關鍵線在2020 那現在好像只有黃山 現在一個人沒有事 我想喔 這個很特別啦 這個關於2020年喔 一定發生了非常多 所謂 案件加速 讓圖利行為啊 可以完成的 一些精細的這個規劃 包含這個 大家應該很清楚了 2020年3月10號 的這個關鍵性的便當會 那就於會議的資料指出 媒體的報導 那有關鍵性的人參與會議的 有三個 副市長喔 那一個呢 當然是生病啦 這個蔡副市長 一個是黃山山副市長 一個是彭正生喔 現在被羈押了嘛 那 當天出席很重要的首長喔 包含的這個很關鍵性的都發局局長 黃錦茂先生啊 昨天也被羈押了 昨天啊 被這個交保500萬 那三小時就湊出500萬這樣的金額 那當然我們會發現啊 很奇怪 這個相關的人幾乎都被羈押了 包含印小薇的助理 還有那個時候啊 開會的最高首長啊 柯文哲也被羈押 那麼我們就好奇啊 喔 那黃珊珊怎麼連被約談都沒有 那這件事情就會讓人家覺得相當的質疑 難道黃珊珊是完全都不知情 還是說黃珊珊啊 她在這所有的劇本裡面 扮演著最完美無關的那個人 我想這個啊 非常多人都在質疑 那您認為說 因為她畢竟是律師出身 她可能也懂這種法律訴訟 那再加上她也有接過精華權的陳情信 還有參與過便當會 她在這場案子 真的有辦法這樣真的全身而退 我認為齁 這個 所有的案子交疊了這麼多關係的人 那當然啊 包含了黃珊珊啊 那我在想黃珊珊現在啊 都會出現在陳沛琪的後面 那有時候會偷偷的出現在陳沛琪的家外面 我不知道她的角色在整個案情裡面 是不是也在這所有案情重要事件的後面 我覺得這個要檢調好好的來調查跟盤查 因為非常多的大眾 社會大眾都需要司法公平給一個交代 不管黃珊珊是不是知法玩法 或者是說她真的完全不知情 完全沒有關係 我認為啊齁 這個司法界也要這個給大家一個公平公正的交代 這樣才說得過去 那現在就是這一場她那天的那個專訪 現在懷疑說 就是大家有看到現場 像是陳志然都在操控一切 可是有人認為說一個黨團主任 不可能有這麼大的圈 懷疑說背後是不是還有另外的人 可是現在黃國槍這樣的人在掌控這一次 我想齁 這個陳志然啊 在這個關於她炮打新竹幼兒院之後 她幾乎也沒有聲量了齁 那我不太相信民眾黨現在還願意 給這樣子可以這個發射子彈然後打偏的這樣的人 來主導關於媒體的部分喔 那背後是不是這個所謂黃珊珊啊 齁來去跟這個這個陳佩琪啊 齁一起做好協調溝通 那讓這個陳志涵啊 做一個窗口的角色啊 我想這都有可能啊 對畢竟我跟你講民眾黨怎麼可能還會讓一個叫陳志涵 整天對黨內放火 然後燃燒票倉的人來做任何的裁決呢 我覺得這個很難啊 齁那我相信一定背後啊 不管是黃國昌周宇修或黃珊珊啊 我覺得都有可能 對 那準備幫 陳志涵超早的時候已經在這個臉書上面說 國土署長曾經說地方政府可以以細部計畫電風機獎勵 上限不能超過20%啦 你說今天潛艇就這樣子看到是刻意忽略他們的選擇 我覺得黃珊珊蠻厲害的 這個事隔這麼多天 今天終於清醒結果發的文啊 是我們平常早就在討論的 一息廢話 所以啊 我不覺得他的言論能幫到柯文哲什麼 還是他其實也不想幫柯文哲什麼 我覺得這個非常的重要 那大家看得很清楚嘛 所有的這個問題啊 就是20%再加上30%啊 非常多很奇怪 而且啊 微妙的時間的安排 那就像是黃錦茂啊 他在7月份做了非常多的特別的行政動作 讓可以這個金華城圖利 我覺得這才是要細細探究 而黃珊珊今天說辭啊 一息說辭啊 是在幫黃錦茂脫罪嗎 我覺得這非常的不妥當啊 對 這邊有幫三立問一下喔 就是說 陳佩琪持續對外發言 當然ATM解釋都很不清楚 然後還頻頻被糾錯 那邱毅就分析說 要他發言的那位可能是內鬼 不但沒有幫出來 是不是還可能會害了民眾黨 我覺得現在的民眾黨的內鬼 真的是蠻多的啦 會不會是趁柯文哲不在 想要在背後好好的這個表現一番啊 我真的覺得非常多人 都給陳佩琪建議 希望他就是 If you don't don't nobody say you will 現在司法都在調查了 每天都在講 每天耶 你要講你就大大方方 整整齊齊的 穿好衣服 面對所有的記者嘛 你還挑選媒體 然後讓人家覺得 你是不是劇本都是安排好的 那都是扣分的嘛 那到底是誰建議陳佩琪 在9月8號站出來說的話 跟他之後 特別的安排三間媒體專訪的話 都不一樣 那我請問你 你是在繼續挑釁 檢調嗎 還是說你要繼續的透過這方式 去讓人家覺得司法不公嗎 還是你的說辭一再的反覆 還是說你們已經就是表演上 表演已經成癮了喔 我想也有這種可能 不只民眾黨有這種內鬼啊 還有哪種內鬼 像是什麼黃靜穎啊 還有什麼炎炎喔 我跟你講 鍾小平啊 現在承受非常大的壓力啊 你們要拿桃色糾紛 去這個影響鍾小平的心智 這太幼稚了嘛 我跟你講鍾小平啊 目前還是全台灣 這個最準的男人 他是這個三分球 籃球 三分球 射籃的這個紀錄保持人喔 只是老天是公平的啦 這個鍾小平投籃都很準啦 但是可能交女朋友都不準 人都有瑕疵嘛 但是孤男寡女的 把他搞成這個桃色糾紛 亂七八糟 我覺得這不太妥當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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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